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账的人基本不会看账单 用这种方法至少能多赚一半 那天店里来了一群不好惹的客人 个个身上描笼刺缝 舅舅竟然还去赶人家的账单 他以为人家喝多了就不会去算 结果一个混混发现后找了回来 舅舅一开始死不承认 后来干脆把我推出去挡刀 是他手脚不干净 你找他算账吧 随你处置 混混对我欲行不轨 我挣扎逃跑 却被他用碎酒瓶子扎进脖子 写见当场 再睁眼 舅舅让我去他店里帮帮忙 白白了您嘞 让您的大宝贝闺女倒霉去吧 倩倩 放暑假了来舅舅店里帮忙吧 客人太多 我们实在忙不过来啊 我睁开眼 刚好对上舅舅笑咪咪的脸 舅妈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摸了摸完好无损的脖子 我这才意识到我从生了 上一世开烧烤店的舅舅 非让我去店里帮忙 夏季是生意忘记 他和舅妈实在忙不过来 想让我去帮忙 美其名曰当作社会实践 还反复强调会给我开工资 我妈最爱面子 还不等我说话 立刻就答应下来 舅舅年纪大了 你去帮帮他们也好 省得天天在家躺着吹空调 人都呆懒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帮亲舅舅做点事 要什么工资 你不是总闹着减肥吗 劳动劳动就当减肥了 一听说不要工资 舅妈立刻满脸堆笑 拉着我的手夸了又夸 还是倩倩懂事 不像我家蕊蕊 天天陪男朋友出去玩 从来不知道帮家里 我姐雄思蕊正忙着谈恋爱 据说男朋友是个有钱的富二代 他们都巴不得这门亲事 能早点定下来 像是怕我后悔一样 舅舅马上开口 那就这么定下来了 店里的肉串随便你吃 都说了我在减肥 怎么可能在大晚上吃烤肉 我单纯地想着 姑且先应付几天 免得我妈给我找不痛快 哪知道自己的意识退让 给了这一家白眼狼害我的机会 夏天晚上 很多人都会出来吃夜宵 一般都会选择吃烧烤 配凉菜啤酒 舅舅店里的生意十分红火 从傍晚十分就开始满座 一直营业到凌晨 我去了才知道 前些天有个服务员 要求涨工资 却被他们骂了 人家立刻料挑子辞职 他们不愿多花钱雇人 这才打起了我的主意 去帮忙的第一天 我就发现 很多客人的账单寄得不对 十个羊肉串继承了十五个 一盘毛肚继承了两盘 我去问舅舅 他竟然说是故意写错的 我劝他好几次别这么干 当心惹上麻烦 他却笑我念书念傻了 烧烤店就数夏天人最多 还不趁机多赚点 我有经验结账的人 十有八九不会看账单 即使被发现了 就说不小心写错了 退他钱不就得了 但我做不出那么没良心的事 舅舅见说不动我 就让舅妈负责顾客点单 有一天晚上店里 来了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他们光着膀子 身上满是纹身 看着就不好惹 落座后 他们点了不少肉串 凉菜和酒 一直喝到快十二点 我万万没想到 舅舅居然 给他们的账单也动了手脚 他小声说 没事 他们喝了那么多白酒 肯定连字都看不清 发现不了 结果没过多 长时间就有一个光头找了回来 说钱数不对 账单有问题 舅舅使出惯用伎俩 我们服务员是新来的写错了 多收的钱我退你 但那个光头不依不饶 他啪一声 敲碎了一个啤酒瓶子 指着我就鼻子威胁 装傻是吗 跟小野玩这套 我玩这一手的时候 你还在吃奶呢 他的意思很明确 要两万块钱赔偿 我就死活不承认 一口咬定 就是写错了 光头在敲诈勒索 他就报警 结果光头一下子被激怒了 你他妈吓唬谁呢 光头一身酒气 双眼赤红 拿着碎瓶子 就朝我舅舅脑袋上招呼 舅舅下了一把 将我推出来挡刀 单子是他写的 要找你就找他 随便你处理 那光头坏笑着靠近我 嘴里的酒臭味 熏得我快窒息了 哟 是个年轻妹子呀 今晚陪陪哥 就当陪罪了 我哭着拒绝挣扎 朝舅舅舅妈拼命求救 可他们理都不理 光头撅着油腻腻的嘴 就要往我脸上亲 我本能地推开他 转身就跑 结果他追上来 薅住我的头发 将碎酒瓶 一把扎进了我的脖子 我的血喷了一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 事后 熊思蕊还替他父母说话 埋怨我傻乎乎的 不知道说几句软话 死了活该 我妈怕我爸找我就麻烦 还边瞎话说 是我不知轻重 主动招惹了那几个流氓 这一家子白眼狼 这一次不等我妈张嘴 我立刻抢先出声 不行啊 我已经找好了兼职 姐姐不是在家吗 让她去帮忙吧 省得她天天在家吹空调 人都呆懒了 舅妈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你姐刚交了的男朋友没空 我妈脸上挂不住出来帮腔 你找的什么兼职 与其帮外人 不如帮自己家人 我笑咪咪地回答 冷饮店一个月五千 舅舅也能给我这个数吗 我就沉着脸不说话 我讽刺道 暑假这么忙 不会连五千块都没有吧 不会吧 上一世那个服务员辞职的时候 工资只有三千 他想涨到三千五 我就都不答应 听我这么说 他们两口子的表情 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我满意地起身拎包告辞 你们不一直说我姐又懂事 又能干吗 她一定愿意帮忙的 熊思蕊天天忙着 跟对象吃喝玩乐 才不愿意去满是油烟的烧烤店呢 舅舅两口子也舍不得让她干活 当务之急 是让她赶紧拴住富二代的心 趁热打铁 把这门亲事定下来 开饭馆又累又脏 他俩早就干烦了 现在一心指望 闺女能攀龙富凤 让他们也跟着想想轻浮 熊思蕊个子高 身材好 化完妆之后 也能算个美女 大专毕业后 她不愿意找工作 天天参加各种联谊 和所谓的高端相亲局 舅舅舅妈就游着她 每个月都给她不少钱买衣服 买高档化妆品和做美容 熊思蕊管这个叫必要投资 所以舅舅两口子格外抠门 我知道就算我不去帮忙 他们依然不会给服务员涨工资 他们就是这个德行 结果没多久 我就妈就出事了 服务员辞职后 她一个人搬啤酒 把腰闪了 我妈狂给我打电话 我咬死了店里就我一个人 我走不开 他们放着自己女儿不用 凭什么使唤我 暑假呢 可是烧烤店的旺季 我就舍不得停业造成了损失 好说歹说 还是把熊思蕊叫来了 她拍着胸脯 许诺赚了钱之后 给她买辆车 熊思蕊这才答应 好在烧烤店下午才对外营业 不耽误她白天出去玩 每天晚上八九点钟过来 忙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去 熊思蕊跟我一通炫耀 说我眼皮子浅 五千块钱算什么 她马上就是有车一组了 我却在心里暗暗窃喜 她很快就能遇上那群流氓了 一早醒来 我设置的提醒闹钟响了 看着熟悉的日期 我不由得冷笑出声 今天我特意给自己排了个晚班 为的就是能下班后 直接去看热闹 晚上九点 我去了烧烤店对面的 二十四小时快餐店 特意挑了个最佳观景位置坐下 没多久就看见那一伙人 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 开始吃喝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 那个光头气势汹汹地回来了 不过事情的进展和上一世有了些许不同 因为舅妈没在 我就去后厨忙活去了 前面只剩熊思蕊和另一个服务员 熊思蕊正敲着二郎腿 指挥着那个服务员擦桌子擦地 那个光头找回来了 他上来就问 刚才是你寄的单子吧 你收的钱数不对 熊思蕊美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你说不对就不对 有证据吗 你们刚吃完的桌子 还没来得及收拾呢 你自己对数量 看哪有问题 这也是我舅舅教他的绝招 店里没有扫码点餐 单子都是人工手写 所以他们会趁客人不注意 悄悄往桌子上放签子 出来吃烤串的人大多三五成群 而且基本会喝酒 还真没被发现过 行 惹到我你算是踢到铁板了 光头色咪咪地盯着熊思蕊的胸口 直接拉了个凳子坐下 羊肉串我们要了一百串 你凭什么写一百三十串 熊思蕊无所谓的笑笑 大哥 你别再是喝多了碰瓷吧 你们要的就是一百三十串 签子都在那 你自己数啊 光头黑黑一笑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他竟然把整个点餐过程都录了下来 视频中可以清晰地听到点餐的声音 来一百串羊肉串 两瓶二锅头 再来两盘花毛一体 熊思蕊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紧张地坐直了身子 二郎腿也放下了 光头宁笑着靠近熊思蕊 小妹妹 不知道吧 你家已经名声在外了 敢在太岁爷头上冻土 胆子不小啊 我舅舅听到动静 赶紧跑了过来 陪着笑脸打圆场 对不住 大哥 他是新来的 可能记错了 多收了您多少 我退您 光头抄起一个啤酒瓶子 往桌子上一敲 还他妈跟我装呢 我就立刻耸了 大哥大哥 您消消气 规矩我懂 我赔您钱 您说个数 我被他这副点头哈腰的 怂样气笑了 合着自己闺女的命 就是命 花钱消灾他认了 到了我这就是跟他没关系 死了活该呗 光头还没说话 熊思蕊就尖叫了一声 原来是飞溅的啤酒 混着玻璃碎屑 把他的心包弄脏了 他立刻指着光头鼻子弄骂 你有病吧 不就是想讹钱吗 动什么手 我这包的价格 够买你的命了 光头挠了挠头皮 走过来轮圆了胳膊 结结实实 抽了熊思蕊一耳光 说完他拿着碎瓶子 指着熊思蕊 今天哥就动手了咋的 信不信我一猛子捅死你 在一边观战的我百分百相信 光头是真的敢捅人的 我就一听脸都下白了 他意识到 这次是真的遇上硬查了 熊思蕊被打得眼冒金星 直接摔在了地上 看着一身酒气 双眼血红的光头 他也害怕了 他开始求饶 大哥 我错了 您饶了我吧 您说什么 我都答应 光头见状露出了和上一世一样的表情 撅着嘴就凑了过去 小姐们挺有意思啊 我这刚放出来就遇上了你 哥喜欢 今天哥不要钱就要你 没想到熊思蕊竟然真的爬了起来 搂住光头亲了上去 这话风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看到这一幕 我嘴里的饮料差点喷出来 好好好 熊思蕊算是个狠人 这都能下得去嘴 光头愣了一下 马上搂紧熊思蕊的细腰 开始和他激情热闻起来 俩人亲了足足有十分钟 我很想知道 熊思蕊是如何忍住没吐出来的 随后 他挽着光头的胳膊 一起上了他的车 啊 应该是去泄火了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休息 我妈一早就来砸门 让我去给舅舅一家 送刚包好的饺子 我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天气热 舅舅家的门 开着只挂了道门纱 他们的说话声 清楚地传了出来 舅妈气地直骂舅舅 怪他没保护好女儿 舅舅唉声叹气地说 他打听过了 光头叫王胜 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那一带混了 是有名的地头蛇 性格最是残暴 几年前在一次冲突中 把对方打成重伤 被关了好几年 前两天刚放出来 这一带的商户没有敢惹他的 他们的店开得晚 所以不认识 熊思蕊一直在哭 舅妈只好哄他 好在昨天 他们是最后一周客人 没人知道这事 你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吧 惹了他咱家的生意 就彻底没法做了 熊思蕊哭着闹 在你们眼里 那个破店比亲闺女孩重要是吧 话虽然这么说 但他自己也知道 自打毕业他没挣过一分钱 吃喝玩乐和一切生活开支 都是靠着这间烧烤店 况且光头那副凶狠样子 他也害怕被报复 所以他只能无能狂怒 见状我直接走了进去 哟 怎么一大早 姐姐就在哭啊 出了什么事 舅舅舅妈 一脸尴尬没支声 而熊思蕊死死瞪着我 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 我知道他肯定是把这一切 都怪到了我的头上 因为我没去他家白干火 才导致他妈腰受伤 最终导致他遇上了恶心的光头 但我继续装作 无知无觉的样子问 哎呀 姐你的脸怎么都肿了 谁打你了 还有你这脖子和前胸上 怎么都是红色的痕迹啊 被虫子咬了吗 熊思蕊一听 差点又哭出来 他恨恨的抬手挡住前胸 回自己房间去了 舅舅和舅妈则是红着眼 一副吃了千年大屎堆的样子 从他家蹦蹦跳跳的出来后 我得意的哼着歌 哎呀 咱这小心情啊 可真是太舒畅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一夜风流之后 王胜居然看上了熊思蕊 不仅频繁来店里吃喝 还总带着几个人来 附近赚优 要是没看到我姐他还会问 蕊蕊呢 今天他怎么没来 我就都快哭了 差点当街给他跪下 王胜却谦虚地说 我哪能受你的礼呢 辈分该乱了 以后你也别叫我大哥了 要不咱俩个论个的也行 你叫我哥 我叫你伯父 王胜的意思是 以后我就这家店 就归他赵了 虽然他是个大老粗 但他是个有担当的纯爷们 跟熊思蕊好过一次 就会对他负责到底 熊思蕊听说之后 差点崩溃了 他可是要嫁入豪门 当贵妇的人啊 他哭着跑来我家 说有个混混一直缠着他 求我爸救他 我爸在大企业工作了半辈子 比较有见识 也有一些人脉 他告诉我就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店关了 然后赶在王胜下一步行动之前搬走 避一避风头 但我就心疼钱 犹豫着下不了决心 他们走后 我妈埋怨我爸 不肯真心实意地帮忙 他不是认识一些相关单位的朋友吗 为什么不能出面 把这件事平了 我爸说 王胜能在这一带 横行十年之久 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 上一次他差点把人打死 也只是被关了几年而已 更何况他手下还有很多小弟 这种地痞混混 最是难缠 我舅舅也并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贸然插手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可能把我们自己拖下水 听我爸这么说 我尝出了一口气 幸亏我家里还有个脑子清楚的 我妈却不高兴了 她气愤地站起来 指着我和我爸鼻子骂 我可算知道 王雨倩这个小白眼狼 随随了 你们也俩一样自私冷血 没良心 一点亲情都不讲 说着她跑到厨房 把锅碗瓢盆都摔到地上 好啊 这次你们不帮忙 这日子就别过了 你们也别想吃我煮的饭了 这是我妈的老伎俩了 只要不顺着她 她就撒泼耍赖 上辈子就是她的死要面子 把我害了 这辈子还想把全家都拖下水 这次我不打算再灌着她 面对着一地狼藉 我忍不住翻了的白眼 拉着我爸就走 好 那我和我爸出去吃 刚好兼职的工资发下来了 我请我爸去吃大餐 有时候我真的难以理解我妈的想法 她一直说我和我爸是外星人 和她不是一条心 比起我们她更愿意 把舅舅当成自家人 姥姥生病的时候 舅舅说自己开店 太忙没时兼照顾 是我家出钱请的护工保姆 买药买补品 然而等姥姥过世之后 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舅舅一家 一分钱没有她的份 而且我妈自从结完婚 就没再上过班 生活费和给姥姥的费用 都是我爸出的 这还叫白眼狼 不讲亲情 去你的道德绑架和混账逻辑 后来舅舅两口子 又来了我家两次 几个人在卧室 嘀嘀咕咕的小声密谋 我隐约听到了 借点钱 花钱消灾这几个字 没过几天 我妈又在家闹上了 她拿着存折问我爸 为什么家里的存款 都被转入银行理财了 我爸说 目前家里没什么大的开销 银行理财利息 比活期存款高得多 我妈气得团团转 在家里发了一会儿风后 又火急火了的 去我舅舅家了 我躲在卧室偷笑 上次舅舅走后 我火速拉着我爸去银行 把活期都换成了理财 定期都不能放心 必须得是理财 不到日子绝对拿不出来 这下看他们怎么办 可万万没想到 伸长脖子等着看好戏的 我这次居然扑了个空 我妈是笑着回来的 收拾一下 晚上你舅舅请客吃饭 我心里直嘀咕 别再是红能燕吧 可是看我妈那副 美滋滋的模样又不像 等到了饭店 我才知道怎么一回事 原来之前我就确实想给王胜一笔钱料事 才来找我妈借钱 结果没想到 王胜家除了有背景之外 还十分有钱 王胜也是个富二代 见熊思蕊 迟迟不愿露面 他干脆买了个爱马仕包送上门 还给我舅妈买了条小拇指粗的金项链 之前熊思蕊被弄脏的包 是个不到八万的香腊 这回王胜直接送他个二十万的爱马仕 出手比熊思蕊的县男友丁鹏还大方 而且现在王胜没事就来店里溜达 一口一个伯父伯母的叫着 嘴巴还挺甜 有他坐镇 就算在多收钱都没人敢多问一句 所以舅舅觉得这么下去也挺好的 顺便可以观察一下王胜 和熊思蕊的男朋友 谁更有实力 更舍得给他花钱 这次叫我们一家吃饭 也是为了跟我们炫耀 倩倩 之前舅舅叫你来店里帮忙你不来 看你错过了多好的机会 这么有钱的人一下子看上你姐了 如果当初你来了 现在收到爱马仕的人就是你咯 熊思蕊听了 不屑地弹了弹指甲 切就凭他 有钱人怎么可能看上他 我满脸堆笑 是是是 对对对我没你漂亮 更没你这种福气 他满脸写满得意 算你识趣 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 这两个男人我挑一个 挑剩下的那个可以送给你 他们还以为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见王胜这么舍得花钱 熊思蕊索性也经常和他一起出去了 毕竟对于捞女来说 池子里的鱼越多越好 他和丁鹏是在一个高端联谊会上认识的 他骗人家说父母是经营连锁饭店的 为了维持白富美的人设 他需要租一些首饰和名牌衣服包装自己 自从认识了王胜 买东西都刷他的卡 偶尔还开他的车出去撑门面 舅舅特别得意 觉得女儿有魅力 能同时把两个有钱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有时候贪婪真的会让人脑子发热 智商下架 他也不想想 这两个男人是他玩得起的吗 过了几个月 熊思蕊一家三口来我家吃饭 舅舅破天荒地带了平茅台 要知道之前他们从来都是 只带一张嘴来白吃白喝的 我跟我爸对视一眼 知道他们肯定有事 果然酒过三旬 舅妈宣布了一个喜讯 丁鹏跟熊思蕊求婚了 虽然丁鹏没有王胜对他那么大方 还总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但他至少长得比王胜顺流 也不像王胜是个有暗底的 熊思蕊经过一系列的比较厚 觉得还是喜欢丁鹏多一些 所以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 他们打算撮合我和王胜 我就一边给我爸我妈到酒一边说 蕊蕊和王胜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他这人性格直爽 出手特别大方 倩倩跟了他绝不会吃亏 之前妹夫说对了 这个王家还真不是一般家庭 这种有权有势的家庭 按说你们是接触不到的 不过感情不能强求 蕊蕊重情重义 不想辜负了丁鹏 这可是我们给你的第二次机会 千万别再错过了 我瞥了他一眼 心里顿时明白了 感情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装出一副十分感兴趣的样子问 姐姐 这个王胜到底怎么样啊 我记得你之前很不喜欢他呢 他脸色变了变 勉强解释道 那会儿他追我追得太紧了 搞得我一点烦 后来我觉得他也挺不错的 你看这些首饰和包都是他给我买的 这么好的东西你竟然都没见过吧 我又担心地问 可是他有过案底呀 我就瞥我一眼 我们问过了 那是别人跟他找茬 他正当防卫 就是有点过当了 年轻人血气方刚的 谁还没犯过点错误 别那么斤斤计较好吧 真是讽刺 上辈子他把我推给王胜 让我替他挡刀 这辈子我靠着记忆逃了 结果他还想把我推给王胜那个混混 我不让他们吃点苦头 都有点说不过去了呢 我爸沉着脸 显然是懒得跟他们废话 唯独我妈看着还挺高兴的 我就一家刚走 他俩就吵了起来 我爸说他们一家没安好心 这么好的男人熊思蕊 为什么不自己留着 我妈却说他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让我跟王胜先相处一下事实 看熊思蕊和舅妈穿金带银 好不气派 条件这么好的人 现在可不好找了 最后两人怒气冲冲的来问我是什么想法 我心生一忌 笑着硬撑下来 说的也是 现在有钱又大方的男人 确实很少了 先接触一下看看吧 我去舅舅家跟他们说我愿意试试 顺便找我姐要王胜的微信 先建立感情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他们一家三口 在谈论熊思蕊的婚事 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些失落 原来他们从王胜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 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但一想到王胜的脾气 他们又有点害怕 万一提分手激怒他怎么办 还是熊思蕊想了个办法 把我塞给王胜不就行了 喜新厌旧是男人的天性 更何况我学历比他高 长得也不差 没准王胜真能看上我呢 就算我不同意 那跟他熊思蕊也没关系 只要能将王胜的注意力 和兴趣从他身上转移走就行 说到一半熊思蕊一阵干呕 舅妈赶紧手忙脚乱地给他递水 他嘟囔了句 得赶紧安排 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丁鹏会同意结婚 怪不得他们一家子 这么着急安排 原来熊思蕊怀孕了呀 我从他那顺利地 拿到了王胜的联系方式 王胜嘴上说着 自己是有责任心的纯爷们 但一听到熊思蕊夸我是大学生 有气质 有文化时 立刻屁颠屁颠地加上了我 熊思蕊还假惺惺地请我吃饭 给我加油 让我好好把握 王胜这个人看着凶巴巴的 其实很会疼人 要不是丁鹏以死相逼要跟我结婚 我还下不了决心呢 不过我跟王胜只是出去吃饭看电影 没发展到很亲密的地步 你不会介意的对吧 熊思蕊说着拉了拉我的手 咱俩是姐妹 我可从没把你当过外人 当然不介意了 都是成年人了 谁还没谈过几个朋友呢 我笑咪咪地回答 同时眼尖地发现 熊思蕊的手上 有一些红色的秋枕和斑块 他似乎皮肤很痒 一直在挠 一般怀孕后 皮肤都比较干燥 容易臊痒 红斑也许是过敏 但我总觉得不像是普通过敏 我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赶紧找借口回家了 最近王胜天天给我发微信 约我出去 对熊思蕊的果然冷淡了不少 熊思蕊立刻顺泼下驴 可怜兮兮地问王胜 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王胜也没藏着 对 我从小就不会念书 所以我最喜欢学习好的 我爸也说过 娶媳妇就得找学历高的 将来生的孩子聪明 本以为你大专毕业就挺不错了 没想到你妹居然是研究生 更厉害 熊思蕊听了 装模作样地流了几滴眼泪 象征性地挽回了一下 王胜十分得意 真以为熊思蕊舍不得他 还挺大方地 给了熊思蕊五万块钱分手费 没准以后就是亲戚了 还得叫他一声解 撕破脸不好看 这天我逛街回来后 发现我妈跟我爸又吵起来了 我妈埋怨我一直拖着不跟王胜见面 生怕错过了大好机会 而我爸坚定地说 绝不会同意王胜的事 我舅舅那一家子的话听听就算了 谁信谁倒霉 结果我妈怒了 说他就是穷酸书生虾清高 不仅眼红人家女儿有本事 嫁得好 现在还要毁了自己女儿的豪门之路 说完他瞪着我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俩还不知道吧 蕊蕊怀孕了 丁鹏家都快把他捧成公主了 彩礼送来了五十万 还要送他一辆保时节 再看看你 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你比你节考得高又怎么样 人家靠着肚子轻松跨越阶级了 你靠什么 靠给人家打工吗 我告诉你呀 王胜的事你好好把握 我听你舅妈说 你一直没答应跟王胜见面 你端什么架子 本来长得就不如你姐 如果嫁得也不如他 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我爸气得当即拉着我摔门走了 但我心里高兴坏了 这颗买好的雷 终于到了可以引爆的时候了 我跟我妈保证 等忙完毕业的事 就和王胜见面 现在我和他一直通过微信联系 先培养感情 我妈白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 如果能嫁入豪门 要毕业证还有什么用 但舅舅一家 明显松了一口气 还假装好心地跑来劝我妈 说我感情经验比较少 害羞很正常 雄思蕊则是兴高采烈地挑婚纱 选酒店 原本丁鹏一家是看不上他的 嫌弃他学历低 家庭差 一开始还伪装成白富美骗人 但如今雄思蕊有了孩子 他还特意去港城验了胎儿性别 是男孩 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 这一惊喜非同小可 舅妈笑得合不拢嘴 直夸自己闺女争气 是天生的富贵命 遇上的都是有钱人 而且一怀就是男孩 还是个双黄蛋 我妈虽然也为亲侄女高兴 但在舅妈的一番炫耀下 不免眼红 回来就拿我出气 我只好拿出聊天记录给她看 证明我跟王胜在网上聊得很热闹 为保证人身安全 我一直都以学校管的言为理由 拖着梅和她见面 我发现她虽然脾气暴躁 但骨子里是个妈宝男 天天把我妈说挂在嘴边 除此之外 她还是个大男子主义 三句话不离传宗接代 我妈一定会喜欢你 因为我妈说了 找媳妇就得找学历高的 我妈说我将来至少得要两个男孩 兄弟之间可以相互扶持 有个照印 我妈还说 我家跟那些穷人不一样 我家是真的有家产可以继承 我媳妇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传承香火 我翻了个白眼 估计是她妈知道 她这个大号彻底废了 所以迫不及待地想练小号 于是我一边附和 一边洋装不经意地透露 你说的没错 我要有我姐的运气就好了 她怀孕了 还是对双胞胎男孩呢 好羡慕啊 王胜果然追问 什么 熊思蕊怀孕了 我不是刚和她分手吗 那孩子难道 我装作十分懊恼的样子 吞吞吐吐地说 啊 那个 我姐已经有新的男朋友了 既然已经分手了 你就别再去打扰她的幸福了 王胜在电话里那边大喊 谁在乎她 我是在想她肚子里的 是不是我的种 如果不是我的 那就是她给我戴绿帽子 如果是我的 她咬牙切齿道 我们王家的种 怎么能流落在外面 就算咱俩结婚 我的孩子也得抱回来养 你放心我家有钱 多养俩孩子不成问题 说完她风风火火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接到我妈电话 说家里出了大事 让我赶紧回来帮忙 原来王胜带了一群小弟 去丁鹏家的公司闹事了 丁鹏这才知道熊思蕊 给他戴了好大一顶绿帽子 王胜一口咬定 熊思蕊肚子里的双胞胎 是他的种 女人可以送给他 但王家的血脉必须认祖归宗 丁家的一群员工 吃瓜吃得津津有味 还有人偷偷地拍视频 丁鹏哪里受过这种气 没说几句就跟王胜动起手来 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当然打不过榜大妖元的王胜 没过几招 丁鹏就被烟灰缸敲破了头 送去医院缝针 熊思蕊吓得六神无主 立刻赶紧跑回家商量对策 他一边哭一边抱怨 我跟王胜只有那一次 后面我就再也没让他碰过我了 孩子怎么可能是他的呢 毕竟他长得那么恶心 谁能吓得去嘴啊 我就安慰他 没事 你现在怀着俩男孩 不怕 他们两家都想要这个男孩 无论哪一家要孩子 咱都不亏 舅妈也插嘴 对啊 这两家摆明料就是冲了儿子来的 你是孩子妈 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 谁要这孩子都得给咱一大笔钱 而且等孩子大了 一定会来找妈妈的 将来家产也有你的份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熊思蕊哪还听得进去 他一边哭一边摔东西 那我的婚礼怎么办 丁家好不容易才同意我进门的 说着他跳起来狠狠推了舅妈一把 王胜怎么会知道我怀孕的事 都怪你们 天天咧着一张大嘴到处显摆 舅妈差点被他推倒 但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委屈地叫唤 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 我哪知道这小子消息这么灵通 再说他最近不是改追欠欠了吗 说着他们狐疑地看向我 我立刻随机应变也哭着发疯 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扫到地上 各种碗碟摔了一地 包括我就最喜欢的紫砂茶具 通通被砸了的稀巴烂都怪你们 这下王胜肯定不会跟我结婚了 呜呜 你们把我和我姐的幸福都毁了 我恨你们 说完我又跳起来轮人胳膊 猛地扇了舅妈一个大逼斗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脸上鲜红的五指衫清晰可见 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要造反 舅舅气得跳了起来 想扑过来抓我 我灵巧地闪过后 一脚把他绊倒 他刚好摔在了一地的碎玻璃上 胳膊和脸上顿时扎满了碎玻璃片 血流如注 他忍不住惨叫起来 打完砸完我赶紧跑了 上一世在我被王胜威胁时 我一直跟他们求救 他们却见死不救 我早就想狠狠修理他们一顿了 王家和丁家彻底闹起来了 王家是小商贩起家 一路下来结识了不少社会上的人缘 而丁家生意也不小 背景同样很硬 王家的要求是 熊思蕊这个女人可以让给丁鹏 但是孩子他们一定要 丁家也寸步不让 熊思蕊和丁鹏在一起 时间不短 况且他一直否认和王胜发生过亲密关系 孩子肯定是丁家的 如果没有 这对双胞胎儿子 他熊思蕊连丁家的大门都不配进 后来还是两家都认识的一位大哥 出面调停 说是去医院问过了 怀孕期间也是可以做亲子鉴定 而且对孩子几乎没什么影响 丁鹏一听 立刻拉着熊思蕊去了医院 等鉴定结果一出来 熊思蕊差点晕过去 孩子居然真的不是丁鹏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仅仅那一次就有了王胜的孩子 丁鹏铁青着脸 狠狠打了熊思蕊一耳光 转身就起诉他诈骗 要求他偿还彩礼汽车 以及自己在他身上的所有花费 就妈不以为然地撇嘴 就他那么空门 还好意思起诉要钱呢 没关系 王胜家也有钱 还比他们家大方 儿子在我闺女肚子里 想要就得给钱 然而这次他们失算了 没多久 医院的检查报告就出来了 原来丁鹏留了个心眼 他见熊思蕊身上的痕迹可疑 除了检查亲子关系 他还给熊思蕊 做了全套的血液检查 他居然被感染了梅毒 而且已经发展到二期了 要知道 梅毒可是能通过母婴传染的呀 丁家吃了个大亏 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 他们同时寄给王家 一份恶心他们 并且大骂熊思蕊是破血 幸亏丁鹏后来 一直没再碰他 不然也要吃大亏 而王家一看 这家孩子很可能生下来 就是痴呆 并且大概率会有心脏病 和鼻部畸形等问题 他们马上表示 孩子和熊思蕊都不要了 当然钱也一分钱没有 是熊思蕊自愿倒贴 他这么不检点 谁知道一身脏病哪来的 舅舅一家快崩溃了 折腾了半天 一点好错眉唠叨不说 女儿还得了一身脏病 而熊思蕊看着自己的一身红疹 依旧不肯相信 大哭着说不可能 如果他被感染了 那为什么王胜一点症状都没有 我好心告诉他 每个人潜伏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的潜伏期只有数周 而有的人可以是几年 信不信随他 我家最近很忙 因为我爸在和我妈打离婚官司 我也一直没联系熊思蕊 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 是他们一家同时上了社会新闻 舅舅的店因为乱收费 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黑店 之前因为有王胜罩着 很多人被坑了都敢怒不敢言 这次那些被坑过的顾客 纷纷联合起来举报了他的店 现在已经被依法吊销了营业许可证 责令营业整顿 又因为他们乱收费情节严重 激起了民愤 还将面临一大笔罚款 而熊思蕊一直拒绝堕胎 还想去找丁鹏要个说法 他一直不肯相信孩子是王胜的 坚持自己是被算计了 没想到半路遇上了王胜 王胜知道自己有脏病之后 有些心虚 原本并没想报复熊思蕊 结果熊思蕊不依不饶地指着他破口大骂 当众骂他一身脏病不要脸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下王胜身边的小弟们都知道了 王胜是大男子主义 一向是面子如命 争执间他愤怒 兼将熊思蕊一把推下楼梯 熊思蕊的孩子掉了 舅舅和舅妈反而松了一口气 因为之前熊思蕊一直不肯去流产 大舅生怕他会生下两个有问题的孩子 拖累他们 正当他们暗自庆幸 坏消息随后就来了 熊思蕊受伤严重 摔坏了脊椎 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渡过了 王胜因为故意伤害被抓 刚恢复自由没多久 又要二进宫 舅舅两口子的垫没了 女儿也贪了 他们经受不住打击 竟然揣着菜刀想去找王家拼命 结果可想而知 王胜家养着不少小弟 两口子一死一伤 王家请了最好的律师出庭 并提供了别墅内外的监控 监控视频上清楚地显示着 舅舅两口子揣着菜刀 在敲开门之后对着人就看 法律可不管什么恩怨情仇 王胜的案子已经另案处理 而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三个月之后 我爸和我妈的离婚判决输下来了 通过这件事 他彻底看清了 我妈一家人的真面目 也终于明白我妈是不会改变的 与其将就不如快刀斩乱麻 据说当我妈听说 舅舅死了 舅妈重伤之后 暴跳如雷 第一时间就跑去了医院 她不是去探病 而是去撒泼的 她指着病床上的舅妈好意痛痛骂 为什么不拦着她哥哥 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她 直到被护士报警赶出来才算完 我爸带我去吃了我最喜欢的火锅 有些愧疚地说 不能再给我一个完整的原生家庭了 我摇头说 我支持她的决定 我也预感以后这一家子的滥事不会少 足够我妈喝一壶 好在我已经长大成人 即将毕业 我打算听从老师的建议 去大城市寻求工作机会 我和我爸碰了下杯 相识一笑 祝我们都有新的开始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